哈喽大家好 我是怀音川 今天过来安装壁挂马桶 不过在先边拧这个两枚螺丝的时候拧得我一身汗啊 今天算是比较冷的吧 啊 老在躲在被窝里面也不肯出来 我一个人出来 七八度吧 先对于北方那边的话 那就差太远 人家都是零下二三十度的 我们这边七八度都叫冷 那是都北方去炸吧 啊 今天呢 我要过来再加装两个壁挂马桶 这家是九月份装的 现在应该有三个多月啊 我之前说过了 还有二十几个这种壁挂马桶还没有装 现在陆陆续续都来了 今天要装四个啊 三家 这家是两个 另外两家是一个一个的 还有十几个之前呢 装第一次的时候全部被我收了 现在装了都没有钱的 要是二十几个都一起装的话 我估计都要四五天 要四五天都是白干的 呃 我还要找一下快递啊 他这里 对了那么那么多东西呢 要一个一个来找 哦 在这里这里还没还没有拆开的 装这种马桶服务周期太长了 从毛配方就进来装水箱啊 到他全部装就好了 我们又进来装马桶 还有一个呢 我查了一下 应该有半年了 现在问他能不能装 他还说装不了 都半年多了 还没有装去哈 这个两条管 有的挺深的 这条管先给他巴拉巴拉 给他搞下来 这家这个水箱给他包了很深 这个两个堵帽啊 现在想要取也取不下来啊 很难取 现在只能把它敲掉了 全部给他敲掉啊 只剩一点点的时候取出来 就现在来说要好取一点 难怪他要包这么深啊 就是因为为了跟他旁边这一面墙 跟他平 这样装出来才好看一点 只要他这个完成面不要超过上面那个按键堵合就行了 下面深一点没关系的 他那个 啊 广还是有那么长 你看他这个马桶都还没有抓 这些小配文就一大堆了 幸好有一个堵帽堵住了 要不然全部背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楼杆是多少分了 3333楼的话是非常标准的 我一般让他留就是 32到33之间嘛 找着连个马桶就容易找啊 但是找那些配件就难找了 我上次去一家也是 那个按键 按键盒也搞丢了 那螺丝也搞丢了 后面又再去让商家补 现在 要来找就麻烦了 他说让我找一下 我刚刚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 现在找就真的太难找了 两个盖板就有找到 两个盖板 但是那些的话 就难搞了 啊 我刚刚想起来了 这家两个马桶呢 上次是 啊 东莞有一位粉丝过来学 那是我们两个人来装的 那时候过来的时候 这里还是毛肥房啊 是吧 我是所有的配件都放在那一个 啊 大纸箱里 那个水箱的 那个水箱里面全部放在那里 现在那个 啊 那个水箱 那个仙子也不降了 不知道他们一到哪里去 我就怕就怕这样 因为时间太久了 还要隔三四个月 我感觉其他那些配件应该跟这个马桶放在一起 他才不会搞掉 因为我之前来装水箱的时候 这两个都还没有来的 是后面才送过来的 像那个按键盒 还有装马桶的螺丝 啊 还有那些管这些 都可以跟这个马桶放在一起 这就最不会容易搞丢的 你就那个水箱 你就搞个水箱 两个堵帽 还有那个 高墙螺丝过来就可以了 其他的就不用配了 他要把那个按键跟那个包在一起 现在真的找也找不到 很难找 一组他也不知道 他说让我找一下 这个地方就这么大 所有东西也都放在这里的 你说怎么找 我找了一遍又一遍就是找不到 没有 没有 真的是找不到 这个地方就这么大 外面的好风光 现在没有了 其他地方都走遍了 就差一个阳台了 你跟你说 你看哪里 我之前就是放一个纸线 装的好好的 他们既然又来 又来垫他的东西 哦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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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之前就是用这个纸线装好的吗 这个大纸线 他们以为是没东西的 用来给他垫东西 放在阳台这里几个也没有丢 算很好的了 那上面压的那些应该是回田卫生间的 然后就刚好压到这个纸线上面 应该是怕被风吹走了 啊 所以才压了几包东西上去 我刚刚看外面风挺大的 希望他不会少吧 能装到通装 嗯 跟这个 还有螺丝 嗯 装到这里 是吧 这几个东西应该可以跟马桶装在一起 因为刚开始装水箱的时候 它是用不到的嘛 然后之前就不会 到要来装的时候就找不到 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 他这种螺丝呢 锁是在下面锁的 在下面锁的 不是在上面锁的 这个稍微又有点难搞一点 好 现在我们来装这个马桶了 我们首先先把这条黑色的排污管先给他套进去 啊 套了之后 我们再用一条尺子给他量一下 看一下他剩多少公分 啊 看一下这个 我们等一下装掉4公分吧 才4公分就可以了 啊 这个空隙把它装掉 防止这里降格是多少 那么你就装多少就行 还有一条 进水管啊 这一条叫进水管啊 这条进水管呢 也是一样的 先把它插进去 但是这条不是很好插 然后我们也是要 把它量一下 这个大概是裁掉8到9公分就可以了 你看他这个马桶是平的 所以我们就 把它露出来的地方留 留起来就行了 其他的就把它切掉 现在我们把它抽出来做记号 刚刚量的应该是要裁掉八九公分 我们现在就在尾巴这里 啊 给他量出来 再把它切掉啊 你可以切稍微短个半公分也可以 但是你不要长个半公分 长的话 它装上去它就顶到马桶了 但是你短的话 它插进去 它可以不用插那么深啊 就可以解决它这个问题 反正装这两条管呢 是一定要切的 你都是在现场切的啊 没有说刚刚好的 也不可能做到那么深 这里还有一块面膜 把它套上去 有时候这块面膜找不到 这张搞丢了 那搞丢了 我就没有装了 现在有的就给它装上去 套上去是刚刚好的 把这张海绵体给它套上去之后 我们就 把我们刚刚裁的这条排油管 还有浸水管 给它套上去 排油管就好套一点 但是浸水管一般没有那么好套 用一点龟油 给它擦一下 让它会比好近一点 这个龟油呢 是它带过来的 现在抹了之后 套上去它就好近了 一下子就把它捅进去 确实好近一点啊 然后马桶背后这个陶瓷底也要抹一下吧 你看这个浸水管的话 就抹里面 然后这个排污管就抹外面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拿上来啊 直接腿进去就行了 如果你装正的话 你这个腿上去 它是刚刚好的 一下子它就进去了 但是锁这两枚螺丝就没有那么容易锁了 又加上你是一个人的情况下 你要一只手扶住它 然后一只手要弯进去锁它那两枚螺丝 哇 在卸面锁的确实难倒 老师也没来 有的话 他坐在这里用脚顶住它 我在卸面锁挖啦 空间是它的空间太狭小的 我一只手摸上去的话 到老师会打到它主要的头子底 用一个扳手的话 更加难操作了 早半天也锁不到一圈 就在那里找啊找 看又看不到 我记得有一款是在上面锁的 那个六角 那一款就很简单 是吧 但是这一款 我想趴下去也锁不了 在这里 也锁不了 因为那空间不够 这个扳手楼是会打到 你看它的活动面积就是这么大 就算我趴下来 我也看不到的 我也就是说 手比较顺一点 很多师傅一直在问我 他说 装这款马桶锁这两面螺丝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啊 我也是很难锁啊 是不是我们的工具不对啊 有一种专门锁 这是小空间的 套筒啊 是不是会更好一点 但是我也 我现在也没有 我一直装也是用这个扳手 装出来也 其实是难装 啊 差不多了 几百斤也没问题 你再锁多两圈的话就很稳 没办法 太难锁了 你看有没有一种工具 在这个狭小的空间也能锁的 我记得上次好像有看过一次 那个当下的那种 那种套筒 不知道行不行 下次我要买一个回来试一下 我看最难的一部分就是锁着两个螺丝了 越南锁 现在也抓好给它 试水看一下 现在螺丝锁索紧了 先冲一下水 因为很多时候 它那个 排屋往那里容易漏水的 经常漏水的 要是没扣到位的话 我记得之前这个盒子呢 它是直接扣上去的 现在它 并没有扣上去的 它是一体的 我这里还要用搞个模机给它 切一下 刀片我刚割了 割不动 好 我们现在给它试一下水 现在捅进去就行了 我们看它是水 最重要的就是要检查它有没有漏水 漏水的话就要拆出来重新烤 这个好像没漏水 好 现在不漏水 不漏水 我们就可以装盖板 还有这个 这个按键了 它就 4条螺杆 等一个按键 就等一个 不过我们这里也要稍微给它修理一下 这里要把它切平 一根磁双平吧 是吧 多余的 多余的我们就扣掉 这个美工刀给它划一下 然后 一拌就掉了 现在连瓶 这个按键它就用4条螺杆给它固定住的 这个就是跟那个 按键盖在一起的 这个底座 先把它扣上去 你看这里有个胶胶弹簧的 在下面 因为它那两个孔 也是对你这两个孔 这个显错也错不了 啊 这个的话 我们就先放进去看一下 这样扭一下 是吧 然后再把它打上去 哎 然后 然后另外一根也是一样 一根的话把它穿过去 穿过去了之后 然后拧一下啊 拧了之后再把它扣下来 这样就紧了 进的话这里 两根 如果太长的话 我们这两根呢 是可以剪短一点的 够用就行 你看推进去 你推到底了 这里这里到底了 再把它拧一下 对 这样的话它它就 锁到把它 出不来的 它只能进 进的话 它就是推进去 就是 冲水嘛 那这里另外一根也是一样 推进去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拧一下 因为不拧一下的话 它是照样可以拉出来的 就是拧一下 它那个螺杆的螺纹 才可以跟里面的螺纹卡在一起 然后再 扣线面 扣线面 线面扣了之后 然后往上拉 面板我们装好了之后 就给它试一下 看到这个按键有没有顶到啊 按一下看能不能冲水 没问题啊 在冲水量也是挺大的 这个海绵 我把它切掉 尽量给它换一块新的刀片吧 这样切的会更好看一点 我这里只有一把旧的刀 这个不利啊 这把刀不是很利 现在就装一个盖子了 这盖子跟我们普通马桶 就没什么区别了 我们锁这两枚螺丝的时候 刚开始先不要锁那么紧 锁了之后 我们把这个 马桶盖把它放上来 这样的话 我们刚刚没有锁紧 它现在要是不平的话 或者不振 我们就可以用手给它 推一下 拉一下 把它调平 调平了之后 再把这两个螺丝给它锁紧 锁紧了之后 还要把它拆出来 因为还要上那两个美光帽 这两个上上去之后 再把马桶盖给它装回去 这样才算完工 看一下我刚刚割的这个海绵 太难看了 不过打一下胶就好了 现在就给它打上玻璃胶 玻璃胶就好了 这种马桶我感觉要打白色的才好看一点 我的胶都是透明的 没有白色的 因为我打胶打不好 所以我就用透明的 之前我用手给它刮一下的话 鸡饼就好看多了 你看我感觉还行吗 你看我 楼杆刚刚算的是33了 楼杆33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马桶装好是 装好是41 装好是41公分 加盖子的话 45吧 对加盖子的话是45 然后之前有一个装的话 它是装到37 38的 37 38的话到这里吧 那样子可能就有点垫脚 所以我们这个尺寸的话是最标准的 楼杆33公分是最标准的 然后下面它那个 等一下它这个 是的 最下面那个 X往那里的地是7公分的 然后上次我那个是加了4公分 还是5公分 加到11公分 加到4公分 它要过那个扫地机器人的 你们有没有忘记 好了 这个马桶装好了 那边还有一个 有些师傅他肯定会问 为什么你这个马桶一插进去就刚刚好对得到吗 而我在那里对了半天 其实插不进去 那种原因是因为你那个牌屋口那里给它做歪了 你收一歪一点的话 那么你就非常难受了 因为这次这个呢 我记得好像那个牌屋馆是我接的 我倒是装的很正的 所以我一套就进去了 这个非常的准啊 有时候我们先装 然后他们水电工还没有进场的时候 我们先把水先装了 后面他们来装这个牌屋馆 他们就没有说那么用心啊 像我们我们又后面是我们装的 我们知道吗 是吧 要是歪一点的话是非常难受的 然后他们就没有装标准 就会出现你那种情况了 怎么对到对不上 非常的难搞 我之前装这个水箱的时候就有说过 这个水箱你装的时候一定要横平素质 这个水笔一定要打好 有些师傅他要老是抬杠 他说这个水箱没关系的 反正埋在里面也看不到 其实看不看得到这个没有关系 关系的是你如果没有装正的话 那么你后面装这个按键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歪 你跟磁窗一对比的话 那你歪的太明显他就是很难看了 第二个就是他这个马桶也很难装 你水箱没有装平 你要是鞋的话 他那个排污管他也是跟着鞋 那么导致你来装的时候就很难装了 所以你那个水箱你一定要装到横平素质 你看他这是另外一个马桶啊 这件他就更明显的 他的磁装线就在他的上面一点 如果你要是装歪的话 非常明显的 好这另外一个 这个我们刚好也给他试一下水了 你看我看他这个冲水量还是蛮大的 轰轰轰的往下里 你看什么东西都能冲走了 客户家装这种马桶的话 难受的就是装修工程了 因为你这个马桶没有装上去 他那种临时的他要装不了 那么这几个月当中你说这个装修工程 他这个想方便的话他怎么弄 是吧 很多粉丝他在问我他说 装了这个之后怎么办呢 那工程谁要上厕所怎么办呢 我说这个没办法 都没有研究出一个 临时用的出来 这个我也没办法了 所以这个我们这些设计师的话 可以想一下 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确实太难受了 几个月 你想一下几个月的时间 人家怎么弄呢 是吧 那像我们的话还好 我们只是数账数绝的 来了一下 最多也是一个多小时 我们就走了 人家在这里 像那些贴装的 抹灰的那些 他一搞的话 就是要好几天了 大家天天都是锁在这里头 你说他们上厕所怎么办